营商与慈善 是他人生中从未分割的两大主题 15岁的他离家创业 白手起家 一手建立起以房地产为核心业务 涵盖地产业 金融业 采矿业 制协业等在内 庞大的多元化企业王国 在事业成功的同时 他身兼多重社会职务 尽心为祖国及祖籍国奔走效力 他就是印尼华侨吴俊亮 1954年 吴俊亮出生在印尼东爪哇 人魔县城的一户殷实的华人家庭 父亲是当地一位著名的华人领袖 在吴俊亮的记忆中 父亲在忙于生意的同时 也经常为了华社的事物奔走操劳 而这些事也在当时的吴俊亮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那时候可能他对我是严格要求 但是之后想起来 其实他后面也有一些慈悲之心 不是严格的焦虑就是说 对我不好 之后想起就是说 我希望也是能成为他的模样 像很多华人家庭的子女一样 吴俊亮在读书的年纪 被父母送到了华文学校 然而1966年 印尼受排华事件影响 关闭了所有的华文学校 对于当时五年级的吴俊亮来说 未来一片茫然 幸运的是父亲深谋远虑 为他和几个兄弟聘请了家庭教师 在那段时间里 他熟练地掌握了印尼语和英语 并且可以用流利的中文与人交流 这一切都在今后的营商过程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5岁时 凭借之前帮父亲打理西药店 和弥厂的经验 吴俊亮决定离开家自己创业 从医药行业到治管工厂 再到房地产 他以起精明的策略一路壮大 并最终将房地产业 发展成他商业王国中最耀眼的产业 地痞是不用讲的 你存得越久 你一定会爆发 一定的 是因为因为你现在还是很好 就是说 没有限制几十要件好 不然的话 就不好 好像在国内 你一点 一年就要弄好它 两年就要弄好它 即便不用 几十年我把它存起来 就一定会发的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房地产是 永远是相当好的 是因为美国人都需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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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会增价 地痞不会增价 这是最重要的理由 尤其是人家的收入 一天比第一天好 一年比一年好 所以他们的缓金 他们的购买力就越来越强 以前 拥有小的家 需要比较大一点的 到了 很有钱的时候 就叫大房 随着产业越做越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 它开始自行建造 并出售厂房 并于1992年 成立了钻石之光集团公司 到目前为止 吴俊亮的地产项目 包括朱安达保时王宫酒店 高档住宅区项目 入口商住房项目 酒店 批发百货市场 新型公寓等等 他的成功 得益于他独特的眼光 和战略部署 但最重要的是 他把每一个客户 都当作自己大家庭中的一员 做这个行业最重要是 想做一个大家庭 我的客户就是我的家庭 我爱护他们 拥护他们 他们一定也是对我好 有一次有一个客户 他去见我 他说公司不好 要不能够 以期付银行的钱 要我 要我 替他 替他弄 让他不会 把名声败烈 其实那个时候 这个皇子已经起了很多 他都不要了 我说不需要嘛 不需要怎么做 我先把银房付了 之后 把它卖掉 有了一笔钱 我再送回给他 他再把这个事业弄好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就是说什么 现在他什么都跟我买 连住宅 办公室 到他的 奥子 到他的孙子 都还一直跟我继续 买下去 结果是意想不到的 受复 也是意想不到的 算是我们的一家人嘛 当然很多不好的事情也是很多 有的称作 机会 想害我们 也是 蛮多的 所以 结果 对社会来讲 有种种的这个 不同的概念 不同的方式 让我把这些事情慢慢一个一个弄好 把 把一些 事情 大变小 小变无 把一些 人家有的困难 把它解决掉 虽然这一件事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办得到的 买东西是容易 这是以 没有以人道的 方式来做的话 当然是可以走 但是好像 是对自己过不去 1996年 吴俊亮进军银行业 他通过收购的方式 获得了一家老银行的控制权 在吴俊亮接手之前 这家银行 常年经营不善 亏损严重 但在他接手后 很快便扭转了局面 多年以来 吴俊亮一方面坚持 自己的银行 不与自己的产业发生关联的原则 避免增加运营风险 一方面 去积极地帮助小型创业者 尽可能地实现资金周转 那个时候 我是在想 做地匹需要银行的这个背景 就是说 人家要贷款什么 应该的不是房地产来承受的 应该要让银行去融几些事情 但是很多都是 条例 不一定会涉合几些事情 是因为条例也是 不让银行牵涉到 有关联的企业 不允许 所以 对这一切也是 最好是不 不是一个集团 所以还是房地产的 项目 还是像其他的银行 不是说 他贷款给我们的客户 早年的吴俊亮最新于工作 把所有的精力 都投入到自己的事业当中 创业之初 更是几乎24小时不眠不休 现在 对于经历了各种风雨之后的他来说 家庭才是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东西 你要用来工作的话 一天24小时都不够 但是我 就 既有重点的话 一天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就可以 其他的不必去管了 就因为我已经 有了年龄 以前就不一样了 以前 我从早就到晚 现在就不要了 太累了 尤其是我身体现在也撑不住了 到了下午 不睡就不行 有时候到中午 也需要睡午觉 以前都没有曾经这样过 现在有时候到了中午 不睡午觉 就 躲回转了 不一样了 当然 最重要我是 以家庭为主 只要是有了一个好的家庭 才慢慢会把事业弄好 到现在 我还不是一个最成功的爸爸 他是最成功的爷爷 有的还小 有的大了 他是喜欢自己做自己的事业 反而我态度 顾到自己的事业 顾辑到家庭的这个 不注意到 就是照顾不好 所以 我想再补 但是我要想给他们 一个比较 小的负担 太大的负担不好 因为我想 做人就是 不要以财产为主 有了他的财产 不一定是好处 在事业取得成功的同时 吴俊亮身兼多重社会职务 包括印尼华人工商总会副主席 世界福清社团联谊会副主席 印尼福清社团总会主席等等 对于慈善事业 吴俊亮并不喜欢把自己的功绩告诉他人 为了慈善事业花费时间以及精力 他也从未有过怨言 每逢印尼发生各类灾情 吴俊亮总是积极地捐钱出力 大理帮扶当地的一些特殊村落 汶川地震 台湾水灾 吴俊亮都慷慨接囊 他从部队外披露捐款的具体数字 也不愿列举自己究竟被灾情出过多少历 我不像带注目 我不像每个人都知道我在做什么 做好事不一定要把它先样出来 反正我们的心有了就好 一定我们一定要做好慈善事业 才能够人家好好的对待我们 慈善我就不需要悔报的嘛 帮人是有对我们好处就是说 有快乐之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在得知福晋的西原校学 希望海外华侨华人捐赠一栋六层教学楼 以解决生源成倍增加 有资金短缺的现实问题后 吴俊亮的父亲决定出资捐件 当时的吴家家境并不好 欠银行的钱也没有还清 但遵照父亲的意愿 吴俊亮在1991年 独资捐赠七十多万人民币 捐幼儿教学楼一座 取父亲吴宝申母亲翁云娇姓名中的遗字 命名为宝云楼 以纪念父母亲的爱相情怀 宝云楼仅一年落成 借助面积达一千四百九十六平方米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亮丽雄伟的宝云楼堪称福清疫情 2013年 他再次慷慨解囊三十五万元人民币 为西元小学修缮及添置教学设备 2015年 又在学校创立西元宝云教育基金 那时候最热心的就是爸爸嘛 那时候爸爸也是从国内过来的 他令宗之前就希望做一些好的事情 对祖国来讲 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爸定宗之前也是生了一个大病嘛 在大陆有很多就是说亲戚的朋友来伺服他 那时候我们也是害小嘛 所以有了爸爸的印象 我也身为儿子也希望爸爸的理念我会继续下去 就是那时宝云楼就是说我爸爸跟妈妈的名字嘛 那是我爸爸的冤枉 所以我们把它实现了 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首畅之地 印尼有着自身独特的地理优势 一带一路倡议 对于中印两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印尼作为东南亚国土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 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在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下 吴俊亮和他的商业王国又会怎样去把握机会 而对于中国的投资商 他又有怎样的建议 中国的一带一路是要为本地的企业家 好之对本地的民主要做出一些贡献 也是一样成为一个大家庭 所以我很支持这些事情 假设我能够贡献出我现在的事业 能做一些事情的话 我想我会积极去做一些对中国有一些好的事情 中国对方的潜力相当大 尤其是造访 老实讲 我们这一点比不上国内的技术 也比不上国内的经济 他们做得比较专业 也是比较经济性 就是说造访 做得快 有成本地 这些是我们做不到的 所以我很希望 也是有一些企业家 中国的企业家 来继续我的工作 印尼的存在的发展机会相当大 是因为好像现在 都找不到而已 需要放置 走不出或者迈不下的人 差不多有差不多两百万人 那不是每年越少 但是每年越来越增加 以前我在 零五年 我作为房地产主席的时候 那只是不能拥有屋子的人 只有三十万人 现在就要差不多两百万人 结果数不越来越多 我看需要很快的发展 把这些人做到 每个人都有家的目标 我们有能够帮助人 有能够有事业的进展 对于自身今后的道路 吴俊亮已经有了自己的规划 在操劳了几十年后 如今的他 已经渐渐地开始放下自己的事业 希望把更多的时间 留给家庭 留给子女们 最重要 可能我们要把房地产 这一行 弄得比较快 现在要比较快把它弄好 让我快快地休息 所以去我应该的 我该要找人把它弄好 因为我现在应该的已经开始要退了 我已经有六岁的高龄 应该不是时候让我再聘了 现在暂时就是我的手下 经理等等 我已经开始分给他们成为股东 赚来的亏份 完全没有薪水 但是是股东 所以赚到钱就可以分 赚不到钱就没钱 这样就可以积极他们的这个 传业性 是因为他们有时候 还是有限度的 没有结果能力 是因为还不能跟我比 当然 所以假设没有能力的话 我就把它更小的范围 让它去做 不然的话太大 他们做不来 主会有一个大集团 替我们弄 我就有机会 浅身奥退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 山海浮沉 却始终不忘初心 对于祖国和祖籍国 吴俊亮始终心怀感恩 既懂得落地生根之情 又不忘饮水思源之恩 为祖国和祖籍国的 共同繁荣 做出了最卓越的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